嗨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 欢迎歌语解说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刚刚上线的真大蛇队的剧情的一个解说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到已经游戏已经更新完毕 可以加射 暴斗 夏儿美 暴斗 前的剧情跟以前的队伍都是通用的啊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通关剧情 你懂 how to rumble 你懂的又是既存在地球首极的 但是我的主是只有一个 他们的狼狼狼不能睡 好了那经过漫长的战斗 奥特玛拉加也全王师傅的最终BOSS 牧神奥特玛拉加被封印了 OK我们可以看到 大蛇三人队真大蛇队来到了封印大蛇的地方 暴走克里斯说结果虽然没有能利用到那家伙自身的力量 夏美说收获还是有的嘛 还有彭塔的气的碎片 这么一点就蕴藏着非常强大的力量 暴走其他社说 嗯这里面凝聚着精神力 有这么大的力量就不需要起到天机了 也不需要从格斗迪安身上收集精神力了 这怪物的力量就能够从外界扭曲大蛇攻引并让我们复活吗 说不定是比地球意志还要尊重的存在呢 大蛇不过是那家伙预出来的存在什么的 夏美说到谁知道呢 不管怎样 我们要得的事还是一样 可他们还是要复活大蛇 他们的目标还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复活大蛇 看到了高尼茨了 据说高尼茨是会在夏季BOSS调量模式更新 看起来似乎顺利达到目的了 很多朋友都怀念高尼茨 大蛇力量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 不过找到那个怪物已经足够了 真想让你看看三尘气不知所措 一败涂地的样子 这就是对区区之类胆敢小看我们大蛇丝天王的惩罚 高尼茨到这儿让你也一起参加好了 夏美一路就往后看不见了他的眼睛 不过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可以庆祝朋友他们的眼线 高尼茨就说会在下次BOSS调量模式更新的话 会把它更新出来 而且有人他们以为我们利用目的这一项一次 我们也确实想得到了 目标已经达到还可以成功会合了 那就是都无所谓了 不是吗 别扯没用的了 赶快开始吧 哇他们是要复活大蛇吗 我们将完成大蛇一族的复远 复活地球意志 大蛇 好了感谢大家看喜欢全黄的朋友 大家可以关注红龙哥游戏桌 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动作发贷交流 点赞评论转发支持 我们下次见 他们拜拜 这才这么大的一个通路里面 我们下载地的目标 我们下载地夹 这才能发现 我们下载地的目标